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沈阳市大东区有封控小区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作为大东区的驻地医院 很多工作人员被隔离无法反攻 医院全力以赴 尽锐出战 为大东区疫情防护筑起了坚实的防线 3月28号凌晨4点半左右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50位医护人员陆续到位 各自领取防护物资 准备前往大东区金桥街道的社区核酸检测点 从3月7号以来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两心100多名医护人员陆续走进158个社区 累计采集核酸65万人次 医护人员夜与继日连续作战 齐心协力 共度难关 3月28号凌晨5点20左右 集结好的医护人员们出发了 准备开始最新一轮的核酸采集 保护自己 保卫城市 水疗加油 记者郭点点 富刚报道